給小明天要登場 思考樓全國唯一實體見面會 在屏東總圖書館熱鬧登場 包括導演曹瑞元 足以指導華佳靖 以及陳怡雅等演員 分享拍戲的心路歷程與趣事 我一直有我只是進去玩一玩 然後就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會接那個大型錄片 然後我會滿 滿感謝導演可以給我一次智慧 然後參與這個 要找到適合 適合的話 然後還要搭配演員 就是他所飾演角色的個性 那中文是這樣子寫 可是你足語可以質疑嗎 分享會上也特別感念 已故的大骨頭 查馬克·法拉烏勒 他一身致力傳承 台灣文化的精神 在拍片現場也不例外 他真的是帶給我們 非常多的能量 然後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人 就是他自己本身已經身體狀況不好 可是在拍戲的過程 在我們低潮的時候 他還是給我們很多人在用打氣 你說驕傲也好 還是他對自己的那種 自信也好 是我很少看到的 他完完全全對自己的傳承 是充滿充滿的 自信跟驕傲 那這個是讓我非常尊敬他 思考羅播出後引發熱烈迴響 現場潘夢安感謝所有參與人員 全心全意投入 重現154年前的屏東光景 透過國際的影音平台 這種流傳的平台 不但讓台灣看得到 這個思考羅過去154年前的事實 那麼也讓全世界 不把五眼佛剑也可以看到 思考羅播出後 獲得不少觀眾的關注與共鳴 期待未來透過戲劇 讓更多人看見 台灣多元族群的精彩 也是新聞霸浪 皮農室成功報導